- 早晚都好 - 首先希望在這裏 希望身體不舒服的朋友快點身體健康 - 因為我今天見到很多人都不舒服 - 多飲一點水休息多點 - 今天其實我想分享一些關於mobile advertising demek給大家聽 因為我記得剛才 Francis 也講過 我們早在2009年的時候 一起去贊助 一起去支持這個業務 去告訴市場 究竟Mobile Advertising是甚麼一件事 其實都過了五年了 我記得我過往那兩年 我好像沒甚麼參與 沒甚麼上台說話 但是覺得今年要上台去更新大家 其實現在這個市場 究竟有甚麼事情發生了 我今天其實很簡單 講回三個方法 去令到你們在Plan你們Mobile Advertising的時候 有一些的Formula 可以給你們去Plan 而讓你們可以更加 做你們的Marketing Plan更加Effective 其實我剛剛見到一個新的Terms 很多人在講 甚麼是New Advertising New Advertising includes很多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Social 你的Campaign不可以Absent Social 現在很多東西都會講 微博、Twitter、Instagram、Facebook、Instagram 都會講到 那 這個東西都要考慮其中一個因素之一 那 And then Mobile 即有很多的Campaign 不要 不要不Include Mobile在裡面 那 怎樣可以去relevant to你整個Sales process 怎樣可以Connect 你Consumer 跟著去Purchase這件事 另外就是Utinnities 即Consumer 不只要你去給他 要大家有不同的互動 想一下怎樣去做這件事 那 最重要就是Liquid 怎樣可以create到一個User Experience 在不同的Medium上面 有不同的Content 不要將一個Content 放在不同的Medium上面 或者不要將一個Creative 放在不同的Medium上面 那這個是我剛剛看一些Article的一些新的Insight 那 update少許數據 from 2012年 和2013年的Q3 剛剛我見到 M&Co 有一個S Bank的Figures 在2012年的Q3 大概是31個Million 左右 在2013年的Q3 已經是increase到141個Million 足足是增加了3.5倍 那其實我們很 我想今天其實我不想講太多數據 因為每一個Speaker都會講他們的數據 講一個Market Insight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Trend已經在up 那怎樣去幫你plan 怎樣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頭五大Categories 按現在span在Mobile 最多的一些Client 或者是不同的Categories 那在不同的Frequent Mobile User 在Android 現在相對來說真的多了 我記得2009年說的時候 Android是沒有的 即是說的是 大概90%都是iPhone 那現在其實increase到65%都是Android 那我想在座 有iPhone的舉手 麻煩你 Android呢 其實Android應該是多些的 我見到 OK 但其實我見到還是差不多了 那anyways 另外就是 在Google的Figures發現到 其實你會留意到 在Apps的情況 在哪些地方會多呢 那有不同的 有search engine 有in-apps 有retail 有video 或者有不同的渠道 那到最後其實得出兩個大點 就是在Apps 和在Mobile website裡面 見到的advertisement 或者出現的effectiveness 是最高的 那今天我會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ad format 很多時候 剛才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就說 現在的ad format 就是banner 就是banner 那是不是呢 五年前我說是 現在其實不是 我稍後會展示 十幾個不同的新的 format 給你們看 讓你們可以plan 你們更加不同dynamic的東西 第二件事 creativity 很多外面現在在說 我怎樣去令到 那個mobile可以更加engaging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叫template 怎樣去令到 擺HTML5更加快 更加方便 那我稍後也會 showcase 十幾個不同的cases 給你們看 另外就是 選擇你的對的platform 其實我覺得這三件事 是一個combination 來的 好像一個頂這樣 如果隨便一個 沒有了一隻腳 其實那個頂就會塌 那所以在我們plan的時候 不要只是集中了 在creativity上面 又或者不要集中了 在一個format上面 其實都要想回 整件事有什麼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creativity 可以apply上去 所以其實今天的主題 都是on user experience user interface 那我希望集中 在這些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第一件事 其實ad format 現在其實有 坊間有很多類型 不同ad format出現了 包括以前 我想大家都知道 sms banner 講完了 然後現在有一些 full page ad 都講完了 那有一些就是video 就是video ad 有些就是advertorial 另外有一些就是vertical 都是display banner 亦都有一些sponsorship endorsement的東西出現過 有些keyword searching的東西 有些notification icon的ad 怎樣可以embed 在你的手機上面 一些我們叫新的 叫lock screen 怎樣開個lock screen 開個電話的時候 立刻出現的ad 一些audio 一些不同的skin wrapping 一些text push 主要targeting 其實林林種種種 很多很多不同的ad format 在這個market上面會出現 那我今天都不會講完所有 我希望可以突出一些 可能那個market未有的東西 都給你看一下 這個其實大家都會見過的 那為什麼我會想 mention 其實我想有八成個advertiser 他們都會很想選擇 這個format去做 因為那個screen夠大 那個screen的interaction 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叫做一些 叫vertical的ad 有很多不同的platforms 它有不同的ad 可以show case給你看 其實原來我可以在 在我creativity上面做多些不同的變化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其實在那個platform上面 問你們做placement的傳媒或者媒體 他們有什麼特別的format 可以provide到給你們 不要只想著只有banner 另外keywords 有一些不同的searching by不同的keywords behavior 我可以出回relevant的content 或者出回relevant的advertisement 給你們 可以去target一些針對性的對象 另外就是 這個都幾新的一個technology 我們叫lock screen ad 就是其實在android devices裡面 當我每一次 首先阿梁先生都講過 每一天原來香港 每一天開機平均是110次 那如果我們可以capture到 在這110次裡面 去deliver一些content 或者一些advertising的話 那可以怎樣去做呢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一個新的product 就是我們叫lock screen ad 那它是一個patering的technology 可以每一天 每一次你開機的時候 都會出現不同的show cases 不同的advertisement 在裡面 這個都幾站深的一個做法 那想了解多一點 稍後我同事可以解釋給你聽 那另外就是一些 一些我們pre-roll audio的apps 當我開過apps的時候 我會收到一個audio的advertisement with一些很strong的visual 那這些是一些 幾強的一個新的做法 可以給你們去plan 你們的media 另外就是一些在apps裡面 怎樣可以push到一些text messages 每一次我開過apps的時候 我都會一些很engaging的text content 可以deliver給你 另外就是location based 其實現在每個人都在說location based 但其實說真的 很多location based的 有的traffic 或者有的數據都不多 那怎樣可以cater 盡量可以在apps裡面 不只是做一些exposure 的location based content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我可以pimpoint到一些不同的location deliver一些不同的content 那這些是再想 我們怎樣去幫你們 在campaign裡面去plan 好了 那其實剛才有不同的app format 那講過就是 除了app format 我們都要想 咦究竟我的campaign 的message 是怎樣deliver 有些甚麼的interaction 我們可以做得到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們要想一下creativity 很多時候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 我們叫做template 去給我們選擇 那但是其實template 是不是真的 exactly適合你的brand 或者是不是 exactly適合你的campaign 未必的 那我這裡有幾個tailor made的ideas 去share給你們 那其實這裡你看到 雲雲那麼多不同的 我們叫做format 其實都是坊間的market 去問得我們最多 或者做得最多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全部都是apply 著html 是apply在mobile上面去用 那今天我會選擇幾個來講的 包括了有怎樣去swipe 怎樣在一些不同的motion layer 做事 怎樣在做一些pattern的unlocking 怎樣去做一些drag and drag的東西 那第一個其實 我想大家都會見過了 我們這些叫transparent layer 那就是在這個background裡面 當我開了apps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些不同的interaction 那這個就是全不自動的 user不需要做任何engagement的東西 那其實我想坊間都會見到很多 但是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campaign 究竟你要target什麼audience 第一,audience很重要 如果你的audience是一些 上了年紀 或者可能是businessman 如果你這麼fund的時候 未必可以catch他們的attention 那第二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會想就是 可不可以做一些interaction呢 那其實我們有些screen 就是可以based on user 他可以拆走不同的facial 跟著去discover一些hidden 在後面的一些images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很簡單的time tag的方法 去令到客人很容易 除了做mobile之餘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去做 好了 另外就是一些game的做法 我game其實我某程度上 去drive一些user 其實我要create 他的一件事就是curiosity 如果一個user 他沒有curiosity 純粹見到你可能是一個facial的ad 出一些text 其實他對你的engagement 未必會有這麼高的認知度 或者這麼高的理解程度 那我們就透過一些不同的game 去engage with他們 那也都有一些show case 其實這個show case 可以show給大家看 就是其實這個客人 給我們的brief很簡單 因為他做開都是print media 但是他之後想在mobile上面 做多一些不同的嘗試 那他們就問我 其實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你看到我剛才有很多不同的template 但是我在想 有一件事其實未必可以真真正正去fit in 到他 那這次他的template 就是講煙花 講這個event 那我們就特別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煙花的animation 去令到那些user 他真的engage with這些content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叫做pattern and log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做法 但是我們去做一些不同的pattern的東西 去令到那個user 是可以有一些特別的玩法的 那這件事就是要draw 要draw一個好像superman的ass 那才可以unlock你那個里面的information 那這些也是一些不同在坊間上面的做法 另外有一些就是好像spin wheels那樣 那user他可以hit 然後就去generate不同的content 玩一些多些不同的fun 那另外就會有一些multi layer 那如果你們有用iPhone5 iOS7 其實你會看到有些可以move的multi layer 其實add都可以做到的 那只不過是想的時候 看看怎樣可以細心一些 把不同的layer去overlay了它 而去deliver一個好的message 或者一些engagement給一些users 那其實都是在user interface上面 著了很多功夫 另外就是一些dread and drug 那其實都是一些action上面的模式 那這些其實那些template 其實很多客人都會喜歡去做的 那如果想知道多些 我們之後再share多些 那其實so far 就是generic kick-through rate 在static mobile上面 in average大概是0.8到4%左右 那depends很多東西的 depends你選擇的platforms depends你選擇什麼format depends你的creativity是怎樣 那通常我們看到有很多做HTML 或者做rich media的campaign 它的kick-through rate 都會可以去到6至15% 那剛才有幾個campaign 都是去到雙位數字的campaign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去plan在mobile上面 除了剛才不同的speaker 講過我究竟我要怎樣去 不同的pathway 去想我的exposure 在哪裏 gain到 同一時間 我們都要想在creativity上面 怎樣可以很快地engage with它們 剛才我記得有一個speaker Kenneth說過 其實每一個design 其實你是3 steps 如果我mobile 其實想想我在街上看 不會看很多content 如果你放很多content上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engagement rate 是不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想在 這麼小的畫面上面 這樣的appformance上面 有什麼engagement可以做得到呢 那其實第三件事最後 就是怎樣可以找回一個 對的target mobile platform 或者target的platform 去deliver你自己的content 去給一個對的target audience 而現在其實全部人都在講 big data 怎樣去analyze不同的 不同的behavior的數據 其實我們有些tips 想分享給你們 就是如果我們去選一個 就是to deliver一個success mobile campaign 第一件事其實我們要選的 就是你們選的平台的popularity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很出名的平台 或者你看回他們的app ranking app review 看看他們的comment 究竟這個平台是否適合我去投放的呢 那這些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advertiser 是未必會考慮到這一點的 我知道某個平台很多人裝 那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這樣呢 未必是這樣 所以很多工夫 preparation 要做 第二件事就是 不要只是look at download user download user不代表一切的 我們要看回就是 怎樣去evaluate 它那個traffic的sustainability 因為很多時候有很多apps 譬如假設有很多game的apps 頭那段時候是很高download rate 但是之後它的sustainability 其實開始drop 因為可能人們打爆了機 對那個機沒有興趣 那這樣東西 我們都要小心點去處理 或者考慮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看回content的update frequency 很多時候那些apps 它可能未必會frequently 去update它的content 可能一個星期一次 那我們再看回整個apps的traffic 可能是在每一次 它update的時候 才是最高traffic的 那我們在投放的時候 我們還要考慮 究竟我在哪一段時候 去投放那個advertiser 才是最effective的呢 那這些其實很細緻的位置 我們在planning的時候 要plan清楚一點 另外一件事就是 app format的flustability 和它的position 剛才我想說很多不同的app format 其實它裏面有沒有做過tracking呢 譬如我有一些vertical的banner 究竟我按下去是一個click 還是我拉出來 都可以計一個engagement呢 那click到engagement 到conversion 究竟整件事那個percentage 是怎樣去計算下去呢 那這些其實我們是要分析 去做這件事 那也都在我們做campaign的時候 不是一次campaign 就是去定那個platform的生死 很多時候我們要 可以based on第一次的campaign 得回來的數據 再去modify 我在第二次的campaign的時候 怎樣可以target 我上次選的失敗 或者成功 去擺放在我第二次的campaign上面 去做得好一點 另外就是app format的call for action 有很多時候我見到有很多apps 在外國也好 在不同國家 它是click那個banner的時候 就會跳去一些不知什麼的地方 但是可能如果客戶的campaign 是複雜一點 可能去到facebook 要去到instagram 審問可能填 form 原來有很多browser是不support的 那是不是幫你plan的同事 或者是你們做plan人的時候 是不是每一個平台都試清楚這件事呢 這個都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 另外就是 我們要understand那個buying model 有時候我們要estimate conversion 剛才說過就是 我第一次下advertisement 未必是你想要的東西 那麼記住 每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下campaign的時候 看回你第一次下campaign的時候 那個result 那個platform 那個creativity 是哪一樣東西 是令到你成為上一次 不成功的致命商 或者成功的地方在哪裏 那麼所以在每一次做campaign的時候 你們的tracking 或者你的measurement 一定要做得很 accurate 那麼這些呢 就要交給你們去develop那個campaign的時候 那個site 或者那個HTML 是有沒有做這些tracking在上面 另外就是 不要只是look at CPM 很多客人呢 他會是 我覺得那個CPM便宜 兩元我就買CPM 但是原來可能那個platform 是它的banner 是keep著不斷的rotate 那變相可能都是同一個eyeball 那麼變相你要知道那個平台 究竟它的platform 是怎樣去rotate它的banner 或者它怎樣出現的次數 而不是做一些我們叫CPM cheating的東西 那麼另外就是 evaluate那個campaign result 很簡單 我剛才講過了 compare那個conversion rate 那麼其實剛才 我同時都share過一些update的數據 其實現在最多人去那個media 就是它會用的media不同的媒體 包括了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 還有news 那麼這些也是我們考慮去deliver 我們campaign的result 給我們的target audience 究竟我應該放在一些什麼平台上面去用呢 怎樣去usage了social media 這件事去令到我campaign更加filed 更加清楚更加明確呢 記住一件事就是mobile上面 怎樣去令到人家更加easy更加convenience 這裏也是user experience最重要關鍵的其中一件事了 好了 conclusion就是其實三樣東西是一個頂 三樣東西一定要同一時間並存 你才可以成為你一個好的marketingcampaign 的一件事 記住app format不同 找回你們target audience不同的app format去做 那個creativity究竟是 我這次可能很急很rush 可能有些template 還是不是的 我可以做不同customize的campaign 去engage我不同的user呢 那麼複雜些可能是每一個平台都會有一個不同的creativity 那另外就是不同的mobile platform 怎樣去找對你們的mobile platform 去plan你們的mobile campaign 那麼大致希望可以在這三樣東西裏面 給到一個ideas 你們在希望下一次你們planning的時候 更加多ideas 那麼大致是這麽上下 thank you 各位 thank you 謝謝